主播圈的兄弟有很多 但能把兄弟储成像热恋小情侣一样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吕德华和富赖在王者荣耀被称为龙虎双边 两人一个是吕布人助力 一个是大气层级的老夫子 双排时经常以默契地配合杀穿对面 但没想到这本该是两位猛男的组合 却发展得有点不太对劲 有次直播时 吕德华刚开玉局就去上厕所 结果让人没想到 富赖害羞地走了出来帮他带打 老花回来后 正好撞见富赖一波天秀操作 就赶紧在旁边邀功 说这波是自己指挥的好 富赖只能无奈又宠溺地看着他说 是的是的 结束同居生活后 两边粉丝们看这两人实在甜得过分 就捣乱说要看他们打一架 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富赖那放水放的都放成海了 能大不大能杀不杀 诶就是玩 就像你跟女朋友solo一样 求生于极强 而德华拿下了富赖的人头之后 也是一脸傲娇地说道 水滴我就不推了 给你保留一点最后的尊严 我投降 此后富赖更是没事 就会看着德华的直播傻笑 还能预判一般地跟他一口同声 全部大惨 而德华也很依赖的习惯性 叫富赖双排 一句赖拉我 成为了王者最幸福的上分攻略 就这样两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但没想到在一次线下赛中 他们却大打出手 异常惨烈 为了赢下比赛 吕德华选择了本命英雄 吕布的圣诞套装 加10点攻击力 而富赖也不甘示弱 同样用绝活老夫子的圣诞皮肤 加了120点生命值 紧接着在热身之后 双方又是疯狂叫嚣 你在教我富赖多事 我没教他多事 但是我听说 看样子一场腥风血雨 已是无法避免 但没想到 双方却不约而同地 选择了和平补刀 猥琐发育 两位不愧是顶级战鞭 不想仓促地出手 而露给对方破绽 在经过了一段 长时间的互相试探之后 吕德华开始使用他的一技能 方天化斩 不停地给富赖刮杀 而开了二技能免伤的富赖 也是在捆住吕德华之后 疯狂地普攻凭A 在二倍速播放的buff下 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不分伯仲 但很快 两人便有些体力不支 就像两个糖豆人在互殴一样 急得大仙 都想一套月下无限连 把这俩人头收了 不过即使筋疲力尽 两人却谁也不肯服输 一直坚挺着 站到了最后一刻 最终富赖以三个点数的优势 赢下了这场顶级编路的对决 而吕德华虽然输掉了 却显得毫不在意 因为他知道 等回到游戏里 他依然是富赖眼中最强的男人 我是老条 带你看遍天下事